還要插播有關屏東的最新消息 坎頂鄉南興巷 說有一處工地在上午進行作業到一半 工程人員發現 裡頭竟然有五顆未爆彈 嚇得立刻報警 警方到場也拉起封鎖線 通知軍方到場處理 東港分局的坎頂分住所 在今天上午大概八點四十分 接獲報案 原來是這個工地的工程人員 一次挖到了爆裂物 你可以看到警方到現場 拉起封鎖線之後 也管制人車的進出 因為就怕一不小心一觸即發 同時這個監視小組 八軍團未爆彈處理隊 也趕到現場去調整 初步勘驗 現場是有五顆未爆彈 外觀看起來斑駁生鏽 歷史悠久 但軍警不敢大意 小心翼翼的移除這五顆彈藥 幸好十點多未爆彈 安全的被撤除 哈囉 我是李明銳 各位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